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散选速帝来到列治民中选区 今届散选五名候选人都是华裔 包括代表卑斯新民主党及保守党 以及三名独立或无派别候选人 毒品及公共安全问题 被受当地居民关注 特别是早前散夫在这里兴建支援房屋计划 受到居民强烈反对 不同党派候选人对此有什么见解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列治民中选区过去曾经是卑斯联合党前身 卑斯自由党的传统票仓 但上届散选新民主党已微弱优势胜出 今届散选新民主党派出 上届在列治民南中选区胜出的姚军宪参选 他表示将继续为居民关注的议态发声 我们要想办法降低无家可贵的人数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们把所有的资质物关掉了 大家把所有的安全资质物关掉了 它继续在街头上继续增加 会增加在人口 会增加大家用途的要养 会在公园、会在社区、会在小学、会在游泳池 这些都是不安全的地方 我们想办法给社区造有安全的空间 他认为列治民并不需要安全住整屋 但需要为无家可贵的人士 提供确保他们和公众安全的帮助 曾经是资深传媒人的 卑斯保守党候选人陈汉生就认为 制定更严格的司法制度 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有效方式 再加上我们的司法系统 其实是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将他们定罪 很多时候因为太长的时间 根本那些人放出来 是没有经过这个司法系统的 所以我们其实保守党候选政策 已经是一定要不可以再有捉完 又放出来的一个政策 他同时反对毒品非认次化 认为制定强制戒毒的政策 才能有效减少街头吸毒的人数 并且保障公共安全 而原本获得卑斯联合党提名 但在该党推出散选之后 改以无派别身份参选的 候选人袁薇表示 如果当选会着重 推出解决房屋问题的措施 这个第一个措施呢 就叫做rent to own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负担不起房子 你可以先租 租了以后 如果你差不多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能力了 你可以把这个租的这部分 放到你的这个首期里面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租的这部分 就不会说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像是租车一样 就是least to own 独立候选人张河仁 也都支持rent to own的措施 解决房屋负担能力问题 同时他希望透过 在食品安全产业 耕耘多年的经验 帮助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 我可以融合这两方面的经验 管理系统 其实是可以帮助 去帮这个政府 执好一些系统 去给多一些建议 因为你做生产一定是 看得到数据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的省政 需要是这样的经验 至于另一名独立候选人 餅店东主与地产发展商何强生 就未有回复本台采访邀请 今晚的闪算速递就说到这里